各位网友大家好 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 活到玩书这么年龄了 这个都想问一个问题 到底还能活多久啊 那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统计局的数字呢 都到了这个79岁80岁这条线啊 这个发达国家这个寿命呢 比较接近了 这就有点违背常识啊 因为中国毕竟是个发展的国家 他的寿命不可能跟发达国家差不多 对不对 究竟能活多久呢 我看到有些网友啊 在一个群里面聊天啊 有各种说法也是莫中一世啊 那么凭什么玩书今天能够 大家能够揭晓这种答案呢 是因为呢 他们在群里面呢 给起了就是大家啊 根据各自的这个工作啊 岗位啊 他给出一些统计 比方说他有这个 有人搜索了这个 2025年百度的AI的民政系统的一个火花连连数据啊 我们简称叫百度数据啊 还有呢 某兵馆呢 172名的那个名册的样本啊 死亡数据 以及包括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预期寿命 还有呢 啊 某人到这个墓园啊 带领学生去统计墓园那个死亡年龄 然后把这几个表格综合起来呢 玩数搞了个什么方法呢 就把它统一了啊 给了这个AI 让世界上目前最好的AI 就是掐的GDP 让他来运筹帷幄的算一算 算一算 来预测一下 这个到底是多少 什么样的数据更接近 玩数一直有个观点啊 不要这个 这个在错误的方向上搞什么精确 应该在正确的方向上 只能发点模糊一点也行 所以玩数得出了我的结论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玩数的这个推理过程 和对这个各种数据的一个解读啊 当我们谈到一个国家的寿命时候 人们常常会提到这个预期寿命 这个官方的数字 那么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 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呢 那么中国在202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 已经接近78岁 到了2023年上升到78.6岁 到了2024年更是逼近79岁 这意味着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水平接近了发达国家这个行列 这就有违背了我们说的常识 不是吗 所以我们就要追问 那么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究竟是多少呢 另外一个现实的数据 给了一个打脸的不同的图景 那么根据2025年的百度AI的 民政系统的火化的登记统计呢 2025年的中国人的火化的平均年龄呢 只有67岁 男性的平均更低一点 是63岁 女性就高一些75岁 与此同时呢 在殡仪馆的实地观察的抽样数据中间呢 不少地区的死亡者平均年龄 也是在65到72之间 这就引发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么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去计算 或者是推算 那么是否是接近80岁的官方数据 还是65到70岁的殡仪馆的统计数据 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需要透视不同口径的数据 理解背后那个统计的方法 以及对现实的这个含义 所以呢 马虎不得 急不得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官方这个预期寿命了 就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啊 中国统计联签 这网友也是在网上查的啊 这个数据啊 就在1981年 那么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呢 只有67.8岁 改革开放以前啊 到了2000年呢 提升到了71.4岁 到了2015年呢 达到了76.3岁 到了2020年 达到了77.9岁 男性是75.4 女性是80.9 那么卫健委进一步的披露呢 就2023年为78.6岁 2024年为79岁 那么预期寿命的说法 被认为啊 也是国际公认的一个指标 它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口健康水平和发展程度 这个无忧之疑 那么预期寿命的更多的用于什么保险公司的一个生命表 因为保险公司不能亏本 所以一般都算的比较长 这大家可以理解吧 它只是一个预估 或者是根据过去统计数据的一个调整 比方说 除了某种新药 可以治某种病 那么这种病人呢 那么就预期可以活得长一些 对吧 来进行调整 但是人算不亦天善 有时候来个新冠什么疫情 新生了一个死亡的病因 那导致寿命又减少了 所以这个因素他往往考虑不到 这就是预期寿命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百度的一个 这个民政系统的火化登记数据 就在2025年的5月份 也是网友在用百度 这个中国最大的一个 类似谷歌的一个搜索系统 来搜索的数据 就是全国的火化的平均年龄是67岁 男性63 女性75 中国女性还不错 高于男性12岁 那么这意味着当年去世的人 平均在67岁时就已经离开人世了 那么比这个预期寿命呢 低了整整的12年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有人据说是这个 某一个这个学者啊 带领这个学生到了广州 某个墓园做统计 做调查 墓园的寿命 显示是65岁 都刻在墓碑上面的 这个比较好统计 只要多走多看 火花登记的数据是65到67 这个墓园数据跟他比较接近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某殡仪馆的样本 是172人的一个表格 那么他的总体平均死亡年龄呢 就是71.6岁 那么中位数呢 是73.4岁 男性呢 是平均是67.7岁 女性是77.1岁 那么中观这一项结果啊 通过这个火花登记啊 他与这个全国的平均寿命79岁 仍然存在一个7到10岁的差距 所以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数据差异有这么大呢 虽然我们是只是样本 不那么多 但是我们同样也要去分析这个样本 那么要理解这个差异呢 必须有两知道两个核心的概念 就一个是要预期寿命 就是这个生命表计算出来的理论值啊 是假设是假访某年出生的一批婴儿啊 在未来一生都按照当当年各年级段的死亡率生成下去 他们平均能活到多少 所以预期寿命他是这么样来算出来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假想的一个对立的指标 他不依赖于实际当年死亡者的一个年龄结构 他只是一个预测 而平均死亡年龄呢 是当年去世的所有人 按照他的实际年龄家权平均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就比较一致了 另外呢 就受人口结构的影响比较大 如果某个社会中有很多中年人因病去世 或者因为车祸事故去世 那么平均死亡年龄都会明显降低 因此呢 预期寿命和平均死亡年龄本质上 它不是一个指标 它是两码事 两回事 一个是预期的 一个是实际发生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人口结构啊 与死亡模式的一些影响 对这个数据的一些影响 就为什么火化的平均年龄只有67岁 而预期寿命却接近79岁 那背后呢 还有另外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人口老龄化这个背景 因为中国目前正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就是全社会15%到20%都是老龄人 那么每年去世人数会逐渐增加 虽然死亡的主体是老年人 但中年人非正常死亡 比方说疾病啊 事故啊 比例依然不低 这会显著拉低啊 这个平均的死亡年龄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性别这一块 就男性的死亡年龄呢 它是远低于女性 男性只有63到68 这样一个大致区间 女性呢可以达到75到80 那么这种性别差距呢 在全球都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在中国呢 尤为突出 原因包括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 这个女性 她退休早一点 工作压力不一样 男性的饮酒啊 抽烟啊 心血管疾病高发等等 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城乡啊 与区域的差异 在大城市里面呢 平均死亡年龄会更高一些 在欠发达地区 医疗条件和生活方式差异 那么死亡年龄 就会明显遍地 那么这种差异 在全国统计中会被综合掉 但在殡仪馆的样本中 却非常的直观 最后一个就是关于 这个统计口径的问题了 就预期寿命呢 我们这是适合跨国比较 和长期追踪 而火化的平均年龄呢 更接近于现实的 这种死亡的模式 两者不能混用 但可以互为补充 互为参考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参考一下国际一些数据的比较啊 日本的数据 预期寿命是84岁 平均死亡年龄呢 是接近82岁 两者呢 差距比较小 大概两岁左右 两年左右 美国的预期寿命呢 是77岁 实际死亡的平均年龄呢 是73到74 那么差距呢 大一点 3到4岁 那么我查了一下 台湾人的人均寿 预期寿命呢 在81岁 而平均死亡年龄呢 可在77左右 那么相差 3到4岁 中国的预期寿命是79岁 但实际死亡年龄是67到72岁 差距高达 7到12岁 精确的算的话 是9.5岁左右 那么可以看出 中国的差距 显然啊 显著的 大于发达国家 这说明 在中国 虽然理论上 可以活到79岁 但在现实中 会过早死亡 尤其男性 中年人 这现象是比较严重的 好 那我们来 最后来 看 应该啊 怎么看待中国人的这个平均寿命 到底是多少 完书的结论 即将推出啊 我们就算他官方的这个数据啊 预期寿命79岁 这个呢 只能是理想之 就类似说 我完书不抽烟 不喝酒 每天锻炼身体 可以活到140岁 这都是梦画 做不到的 对吧 那么宾馆的数据呢 揭示了现实问题的平均年龄 只有67到72 说明很多人没有活到应有的寿命 尤其是男性 普遍在60多岁就过世了 远低于女性 完书呢 有一个观点啊 女人每生一个孩子 可以加阳寿三年 看来是有些道理的 这个预期寿命和这个平均这个死亡年龄啊 这都是真实的 因为预期寿命 等于理想条件下的一生 而平均死亡年龄 是现实当下的死亡分布 大家这样理解 都好理解了吧 所以他两者的差距呢 揭示了社会健康的一个真实矛盾 我们在理论上啊 尤其在中国 越来越长寿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人有相当部分的人 因疾病环境压力过早去世 比如中国的八年后 也是中国的数据啊 有5%到现在已经挂掉了 完书是60后还没挂掉 对不对 所以完书的结论很清楚啊 就真正的啊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啊 不到70岁 接近70岁 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以上我们四份数据啊 输入的AI AI得出的结论 相信AI这种计算 算法不错啊 全国的预期寿命 虽然中国官方 2025年是79岁 但实际的平均死亡年龄 70岁左右 男性67 女性77 这是完书的最后结论 那么换句话说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并不等于官方公布的预期寿命 如果我们从真实的死亡年龄出发 更接近的答案是 中国男性大多数活到65到68岁 所以男性注意不到70 68是最高 中国女性大多数能活到75到78岁 那么全国平均大约接近是70岁 那么这一差距的存在提醒我们必须正视过早死亡的现实问题 就是看完书的视频的网友 你想活得长 你要从公共卫生 比方说吃的喝的食品安全 从慢性病的防控 到生活方式 比如说锻炼身体的改善 都是今后提高实际寿命的关键 以上分析 讲得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和完书互动打在屏幕下方 好的 谢谢大家